检佛 刚刚有提到 在控制我们的心血管的反应 来帮助保养心血管 一方面 饮食运动是重要的 在《轻心减压保健康》这本课里面 我们如何去控制我们的压力跟情绪反应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各位可能会好奇 情绪跟压力会对我们的心血管造成伤害吗 那当然是肯定的 那第一个我们来谈的是自律神经 或者我们刚才说的自主神经 我们神经有自主神经跟随意神经 比如说我请你们把手抬起来 你们办得到吗 这个都是可以办得到的 OK 情况下 但是我请你们把血压上升10毫米统住 你们办得到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机制 我们叫自主神经 那自主神经掌管的一个范围非常的多 包括我们的血压 心跳 以及肠胃蠕动 都是它在管的 那自主神经为什么我们要有自主神经呢 都让你管不是很好吗 你管你的血压 管你的心跳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它要自律呢 为什么它要自主呢 这样很忙耶 很忙 一个是很忙 另外一个呢 这是一个救命的机制 我打个比方好了 如果你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有一辆车朝着你的方向冲过来 而且完全没有刹车的迹象 你会站在那里想说 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开车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呢 他知道这样很危险啊 这谁在开车啊 你可以站在那里这样子想吗 不过要被撞死了 其实我们是没有时间在那里想的 立刻的就是要反应 这个时候这对神经它立刻反应 会让你腿部的肌肉 达到比较多的血液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迅速的跳牌 所以你跳得越高 跳得越远 越能够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对不对 这同时你的血压心跳更高的话 那可以让你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逃命的一个机制 所以自律神经它很重要的是一个 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叫做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所以自律神经这是很重要 所以从刚刚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人在压力底下 通常会有紧张 或者很生气 很焦躁的一个情绪反应 那在压力底下 我刚刚已经说明了 我们就会启动自律神经的一个反应 那除了自律神经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压力荷尔蒙的系统 这两个系统呢 帮助我们阴影跟面对环境 造成的一个威胁跟压力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血压跟心跳都会上升 对不对 这是一个即兴的一个反应 然后面临的反应 那各位可能会看到 这上面还讲到发炎跟凝血耶 你们猜发炎跟凝血会有影响吗 会吧 发炎跟凝血 就是比如逃跑或战斗 你有可能就会跌倒或受伤 所以呢 我们不管是逃或者是打架 我们可能会流血 会受伤 对不对 这是我们身体就是要启动免疫系统 来灭菌啊 消炎啊 那帮我们的一个受伤的一个伤口 血液凝结 让他不要继续的流血过多 那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 这是真的受伤以后的一个状况 但是你们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跟洪如要打架 OK 那我们在打架之前 我们是会互相的校正 你会不会生气 会啊 会啊 OK 你会生气 我会生气 OK 我们准备要打架 这时候会不会简张 会啊 不想会不会打赢 对不对 在这情况底下呢 如果呢 洪如在生气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呢 他的免疫 跟凝血机制就开始启动 那另外一种状况呢 是像我这样子 要受伤了以后 已经看到伤口 已经流血了 那免疫跟凝血再开始启动 你觉得这两个人的一个反应情况 哪一个人的反应 比较容易保密 不会受伤的话 应该是我们这种 已经先启动的 会比较会流下来的 对 因为他已经先启动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一旦有伤口 就可以很快地做处理 所以这样子的人的基因 是比较容易流下来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这样紧张 你再生气 你虽然没有真的跟人家打斗 你的凝血跟发炎机制 是同时 都是在启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 其实是为了一个保命的机制 但是 但是 也会让你的血管 更容易阻塞 因为我们 那皮细胞受损之后 低密度子弹排 所谓坏的胆固醇 被囤积在血管壁里面 那就是这样的 跟这样的发炎 跟凝血机制是有关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 虽然 虽然 看起来 你们没有真的在打斗 但是呢 你只要开始有生气 有紧张的一个情绪呢 你的心血管就在付出代价 会有什么样的代价呢 第一个 在急性的一个状况底下 这片神经的一个 剧烈的变动 可能造成一个心律不整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呢 动态周状硬化的一个过程 因为发炎跟凝血 会让坏的胆固醇 比较容易囤积在你血管壁里面 那血压跟心跳的一个变动呢 会让内皮细胞受损 所以会整个加速 整个动脉就这样硬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这张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压力跟情绪呢 对我们的心血管 是有很不好的影响的 OK 那 底下这张图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是连续剧里面经常出现的桥段 富家千亲 通常都喜欢嫁给谁 没钱的穷光大 没钱的穷小子对不对 不通常帅的对吧 对 OK 这个富家千亲要嫁给穷小子的时候 他爸爸肯不肯 不肯 不肯 所以呢 爸很心疼这个女儿嫁了要受苦 就说不要 不要嫁给他 就跟女儿说你千万不能嫁给他 你金枝玉叶在家里这么多人侧候你 你怎么可能嫁到那个穷苦人家去受苦呢 所以那爸爸就跟女儿说你千万不能嫁 那这个女儿会怎么说 我就是要嫁 我一定要嫁 好 这时候的爸爸就说 你 你 你如果真的要嫁 我就要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那这女儿说什么 就断绝 就断绝 含着眼泪 这样就踏出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你们想想看那个傅家千斤的爸爸 他的心跳怎么样 变狂 血压 上升 所以呢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傅家千斤的爸爸 平常吃得好不好啊 超 超 所以他血管怎么样子呢 很油 他油 阻塞得很严重 对不对 很好 所以那其实他血管平常 已经有阻塞的状况 然后在心肝宝贝女儿 然后踏出家门的这个时候 血压心跳很剧烈的一个变动 会不会造成一个血栓的一个剥落 有可能 就会血管内力斑块的一个剥落 就会形成血栓 OK 那血栓一出现的时候就会塞住 他已经阻塞的血管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 对吧 那接下来还有更危险的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人紧张生气的时候 手脚是冰冷还是热的 冰冷 是冰冷 是冰冷 那表示血管是收缩还是扩张 收缩 收缩吧 OK 刚刚血栓已经塞住了哦 那你现在又再把它收缩 那会怎样 缺血 就会缺血了 所以心脚痛啊心肌梗塞的一个危险性 就会大大的增加 你看了我们的头影片还画了一个骨头 这是真的 这不是下年了 反正你们平常连续去都有看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这是在一个急性压力底下 急性的生气的状况底下 所可能发生的一个危险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要不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心血管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OK 好 别人做错事情 你气死了 谁倒霉 是自己倒霉 所以千万不要 OK 那这是一个急性的一个生气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状况 那这也是我实验室做出来的结果 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生气的时候 你们看得到吗 从这里 休息阶段 到他生气的时候 他血管很明显的就收缩了 收缩以后呢 我们告诉他说 你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 那我们在我实验室的朋友 把生气的事情讲完以后 我就跟他说 好好好 你已经告诉我们 你现在可以安静的休息 OK 这个就是休息阶段 但是各位 你们都注意到 他休息阶段的血管 有没有扩张开来 没有 没有耶 会更赢了一下 什么意思 他生气生气 他即便坐在那里 看起来没动作 没做什么 可是他血管还是收缩在那 微不危险 很危险 好 所以呢 从这张图就是要很 跟各位朋友来说明 不要生气 会伤害你的血管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就用这张图来总结 也就是说我们的压力 跟这些生气 紧张的一个情绪 对我们的心脏血管 它是会造成影响的 它会透过自主神经的失调 透过压力荷尔蒙的上升 影响到我们的心跳血压 以及发炎丽敏血的过程 它对于心血管 都是有很不利的影响的 那这是不是我们要来避免的 如果要来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好好的来上 细心减压保健康的这门课好吗 好 一起合力